可能有失了可能是 有失了大概兩公里左右的 一些自然海岸 但這些東西的話就是我們 就是沒有 應該說政府不管 然後地委也不管 大家不拿這些指標單一維持去 反省說那我們到底市政上面 要怎麼樣的變動 那有這樣的經驗的話 那我們提來的性物指標 到底你力出來是有什麼樣的功用呢 因為像我們 像以往吧大家知道 就在吵像GDP的時候 有時候 立委的質詢就說 那如果今天GDP沒有3的話 你這些內閣都會擬嚴重 就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大家還是被陷在 你知道說大家還是被陷在 那樣的迷思 我們哪一天我會出現說 我們質疑 質疑我環保書館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去發展指標 沒有歷史上升的話 你就不能擬嚴重 類似的事情 我們除了這些有去發展指標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都沒有辦法把這些環境污染 把它化成外部成本 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環境污染把它化成淺的話 大家就會有感覺就會重視 實際上台灣是有的 因為我們有做一個叫做 預測國民所得帳 預測國民所得帳 這是在幹什麼 就是把我們台灣一年 我們耗用的這些土石資源 水資源 空氣污染 我們這些排放 把它化成淺 去看說 那台灣到底 真正一年 如果把這些東西化成錢之後的話 去看說 到底 一年環境污染相當於多少的 相當於多少錢 然後我們去把我們一年的經濟成長 去把它 去把這樣 遮立下來之後 才能夠去反映說 我們台灣真實的成長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台灣 這就是我們台灣一年大概 我們的環境外部成本在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是下降到 其實那好像百萬 對 百萬元的話 應該是七十八億左右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是下降到 七百八十七億 下降到七百八十七億 所以我們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民國百年的話 我們真正的百年大理 其實是在於說 我們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首次出現到說 我們GDP增加 我們一百年的時候的GDP GDP 這是GDP嗎 比英國一百年 比2010年的收多 然後我們的環境外部成本 環境外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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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前一年來的少 一個情形 這是一個可喜可惡的資訊 然後我說 如果政府真的很 表示你很重視這個環保 很重視說 減減減碳 或者說永續加減 這樣的概念的話 你應該要很 很開心地去公布這樣的一個數據 然後去知道 我們是努力有成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說 這樣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他們根本也 根本也不在意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就是 中國外邊 中國外邊他們也是 然後去 因為中國外邊他們之前有去編過一下 然後去拿個綠色過敏所的帳 但是他們後來編出來 就發現到 那個金額太大 所以他們不敢編 他們不敢繼續編 然後我們台灣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處理它 就是我們繼續編啊 繼續編 但是就不理它 那邊我們一直都會試 然後就 每年每年就是 不斷地讓它放到網頁上面公布之後 然後 到底它能有什麼用 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狀況 那個一百年 改變的 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我沒有做很細的分析 很細的分析 應該是水污染 應該是水污染這邊 漲比較 水污染這邊漲比較多 水污染 對 但是那個 那邊很細的分析的話 我還沒有 已經看出到底什麼樣子 我們原動會 也是有 有這個 在這個指標裡面 也有 也有數據在裡面 我們數據 那個地方的那個 量 廢料 還有地方廢料的數量 也是這個指標的指標 但是這個東西 你剛剛講的 在客單位裡面 說我們 可能就是把它 只是當作一堆 就把它貼上去 對 就是把它算出來 放出去 你知道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 我們該要面臨的問題 我們現在這資料是你們做的嗎 這不是我做的 這不是我做的 這是主機廚做的 大家上午查都查得到 國家做的 國家做的 對 但是就是國家不跟你講 那你們獲得的資料 運用在哪裡 我們獲得的資料 目前沒有運用在哪裡 目前沒有運用在哪裡 這也是我們 這也是我們 目前我們環保団體這邊 比較缺失的一塊 就是我們沒有系統性的用這些 用這些資料去找 去做一些討論 去做一些討論 對 我聽過另外一個 外國學生 分析全球 在2019年 那個 污染是下降的 為什麼 因為他分析是 因為2008年 就是經濟 所以我一直延續 有避延到2019年 所以那一年的 全球的經濟 不是 污染 污染的程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在猜這個 會不會有一個 避延下一直到那個時候 這不行 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在2010年 2010年的時候 已經有反彈回來 2010年有反彈回來 然後 然後2011年 就是命過100年的時候 卻又下降了 比2009年 比2009年 已經有危機的時候 更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意思是說 你會認為政府裡面 要去宣揚這個問題嗎 是 如果你們也很在意 你們應該要更多 這個問題 告訴我們 這是我們 對 這是我們 對 這是我們要再加強 這是你們 我們 政府不會重視 政府不會重視 也就是說 進 那個立委啊 那個 或是媒體 都報導 因為 大家也不做 也不做 公讀也沒人看 不知道這個 代表什麼意義嗎 不過其實像 類似這樣的指標的話 如果真的要上媒體的話 大概只有一個情形 就是 我們如果跟跨國比較 排一個倒數第二 那之前有一次好像就是 台灣做什麼 那個 煙武大學裡面公布的一個 全球永續發展指數 台灣這比北韓高一點 這比北韓高 所以 那一個 那一個事情就上了好幾天的媒體 就是不然不然在吵一件事情 嗯 所以現在就沒有了 嗯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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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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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8 18 19 19 20 19 20 19 19 20 要讓我們相關的檢討 或者是配套措施的應用 這完全沒有 現在就是我們看到的其實就是它完全沒有 像之前看到有序發展指標 有序發展指標的話我之前還有看過有幾年的話 會有各部會要去填說 那今年這個指標為什麼比去年差啊 你要提個檢討原因啊 你要提一些因應對受什麼之類的 但是像這幾年的報告裡面就完全沒有這些東西了 然後以往的話就是有一般指標 發表的時候都還有有一個記者會 然後現在也都沒有 我記得之前都會想他們說我跑過這些記者會 那現在沒有 我想問一下 明天八十六、九十、每天還會增加 為什麼會增加啊 可是也不是計算方式啊 我也不知道 好問題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回溯之前的 所以他們如果計算技術有變 有變 但當然是有 對 對 可能是計算基礎變了 為什麼 這個部分的話我就還要帶我 帶我去看 為什麼突然變成 突然是增加了 那個下面那個下來 你把它畫成一個 實現的話 好像 趨勢 趨勢 如果你想要查說我們台灣一年平均一公頃 用多少農藥 這方面的資訊的話 在這個指標面也有 然後我們台灣一年到有機 有機更多的面積的 佔整個面積的比例 這些東西 這些指標也都有 你只要去google它跟有序發展指數 有序發展指標的話 你就可以查到那個網頁 然後它就沒力沒力的報告書 然後像是 像之前 像之前 像之前大家 上禮拜一朝的就是 化學物質管制 像這個指標 你去看這個指標的話 你就看到說 我們台灣從過去十年來 我們的化學物品管制的項目 就是298項 就是一直是298項 然後現在大家說 歐盟那邊管制的是3萬多項 就是298項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那個進展的程度是多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啊 為什麼3萬跟200 那個的話 下次邀請 瑞翔當然是邀請 下次邀請 地球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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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來 談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談這個之後 我們再談 這個我跳過就不講了